再複製一個 那怎麼複製一個比較快 我建議你可以脫拉綜合練習按住不要放 脫拉到右邊 這個時候呢請你多按個Ctrl鍵 Ctrl鍵按住 其實Ctrl鍵按住的話你會發現 脫拉的那個小圖示呢會多個加號 那你把它放開 Ctrl鍵其實是多複製一個 你會發現 在你的那個下方這邊 會多一個綜合練習刮核2 表示說呢他已經幫你 多複製一個應該沒問題吧這個方法很方便 平常如果你要 複製工作表像我會練習反正就一直拉就對了 你要幾個很快就可以拉拉拉 記得按Ctrl鍵 他很快就可以複製了 當然一般以前書裡面講的就是你看按右鍵怎麼移動或複製然後放哪裡 其實非常非常麻煩 這一招可能會比較快以後如果你要 複製工作表 建議是用Ctrl鍵按住脫拉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 第二個請你把那個 刮核2 我把它改成 用TXT好了 也許你這邊的話 改成TEST Enter 好 綜合練習我們用另外一個函數叫TEST 那什麼叫TEST 其實TEST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那個 不知道各位沒用過 就是在那個 儲存格上方 假如我選那個84跟 7 這兩個儲存格選起來按右鍵 右鍵有個儲存格 右鍵儲存格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右鍵儲存格裡面呢 有一個叫自訂 因為這個數值裡面它相關的格式 可以直接從什麼 從那個儲存格的 這個數值裡面 那當然我點 自訂 點下去之後 你只要在 自訂這個這個地方呢 輸入 三個字 原來是通用格式嘛 請你把這個通用格式改一下 改成000 那你會發現按確定 記得喔 輸入三個人就好了 那這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說 如果將來呢 你要把你 畫面上看到的那個 只要不是三位 不是三位數 自動幫你補0的話 其實呢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這兩個 因為我只有格式的話 這兩個儲存格 這兩個儲存格 發生什麼事情呢 畫面上看到的 就會變成084 跟007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剛剛做的這些事情喔 它只會改變 表面上面的格式 因為你是做格式喔 但 實際上裡面的資料有沒有改變 其實並沒有改變 有沒有你會發現你有沒有要放在84上面 它存在 Excel裡面的 還是84 並不會因為你做格式化 做那個剛剛的格式 而改變裡面的資料 OK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東西啦 那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 不是只要改變表面 剛剛是改表面而已 所以 那個是改表面 如果你真的要改變的是 裡面的資料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要掉用什麼 掉那個TEST函數喔 TEST函數它主要跟剛剛的 那個做法最大的差異 是 剛剛 只有改表面 做表面功夫 TEST是 真的幫你把裡面的資料 變成 你要的格式 OK 兩者之間的差異在這裡 所以未來你看啊 如果你只是表面要看到是 3嘛 那你就很簡單 000 如果你真的要改變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TEST 那怎麼做喔 我做一次給你看 也許你可以先在旁邊練習吧 因為有時候一次全部做完 可能你們 看的會比較辛苦 那這邊如果說我今天找到 文字函數裡面 因為它是屬於文字類的 TEST嘛 OK 然後拉到最下面 這邊 這邊有個TEST函數 那當然呢 你也不用急著 怎麼樣按確定 因為裡面有相關敘述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有時候 你完全沒用過的函數 也不用擔心 因為上面都會有一些相關說明 你只要照 他的說明去給他應該要的資料 他會給你 你要的結果 OK 那這裡的話呢 按確定 底下的Value Value指的是 你要給我什麼資料 Format TEST 指的就是你要格式化成什麼 那我們一個簡單的方法 按確定之後 其實底下有說明 將數字 轉換成文字 也關鍵啦 最後 他也是會輸出的是文字 而不是數字 按確定之後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把84 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 就是 084 084的話呢 那你就在 Format TEST裡面 記得先加雙引號 這是必要的 因為 Format TEST一定要是TEST 所以前後 一定要加雙引號 這個部分呢跟剛剛那個 制定 制定那個格式的地方不一樣 制定格式裡面前面不用加雙引號 這邊要 這個一定要的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你不用急著按確定 他這邊也會顯示 本來是84 前後是沒有雙引號的 經過了這個格式之後 他變成什麼呢 變成084 而且前後是有雙引號的 OK應該可以看懂嗎 上面其實都會有讓你知道的一些相關訊息 所以你直接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變成084 那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變007 那如果你再把他向下填滿了 你會發現 這些資料也會跟著怎麼樣 跟著做變化 OK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經過TEST 而且 三個零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做格式化 那假設啦 我要把這個邏輯 套用到哪裡呢 套用到剛剛的這個 如果要把他修改的話 其實你只要 公式可以不用重做 你只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 剛剛的公式 就是IPT以後的 先刪掉一下 因為 前面都一樣 09 AND 11 一個減的符號這個固定 AND什麼呢 後面呢 就串一個TEST 前刮符 前刮符之後的話呢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 門號區碼 逗點 然後 Format test 就是 000 關鍵在這裡 然後後雙以後 再加一個刮符 再加一個刮符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我把它做完之後 這邊呢 先把它打勾好了 你會發現084就先出來了 那084做出來之後 後面的007其實也可以做出來 不過也是一樣啊 你可以不需要重新再做過一遍 你可以把那個 F4後面這個AND 一直到結尾 Ctrl C 游標放在後面呢 Ctrl V貼上 把這個G4 一樣改成H4 點一下H4 或者是直接乾脆你把G改成H也可以啦 然後按個打勾 007 那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喔 最後做完的結果 如果跟剛剛的那個公式比起來的話 其實他應該會簡單許多啦 而且邏輯上喔 應該會更加容易了解 所以第2種方法 是利用什麼利用TEST 裡面的格式化 幫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相對起來其實這個 會稍微更簡單一些 什麼時候可以用到啦 未來如果說你想要 串接一個 本來不存在的一個 什麼資料 比如說編號好了 或者像這個手機啊 那你就可以 看你要 針對某一些資料做給他相關的格式 你就可以類似同樣的方法 如果3個字那就3個0 4個字就是4個0 一直類推 不過後來就馬上就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我格式化的東西 不一定只是 像那個文字幾個字 而是可能有什麼貨幣啦 或者是說有日期啦 或者是說有些比較特殊的那怎麼做 其實呢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啦 在官方的說法官方的資料裡面都有啊 你在 插入那個TEST的時候 他其實底下有一個什麼呢 函數說明 那這個函數說明裡面 基本上 他會跳出 不會因為我這台電腦好像那個 說明檔好像沒有安裝完整 那你們可以 跳到那個這個函數說明裡面 他會有相關的 那個說明告訴你說 如果你後面加什麼 他會變成什麼 OK所以你們 可以善用這個函數說明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記得好像在 Office 2010的版本 他好像還有一個官方的下載檔案 他有個 範例非常非常完整 他裡面就是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哪一種格式 要用哪一種 有沒有 哪一種FORMAT TEST 他就可以自動幫你產生了 那在函數說明裡面有非常完整的 相關的 參考的那個 那個樣板 那你們可以 利用裡面的說明去 做出你要的結果 這個我想 順便說一下 因為我這邊的函數說明 剛好 那個說明檔沒有安裝完整 所以他沒有跳出來 或者好像才在 在網路上也可以 搜尋得到那相關的資料 所以請各位呢 做綜合練習 一是用IPT加上LEN 再利用什麼呢 複製工作表的方式 就是拖拉的時候 加一個Ctrl鍵 然後呢把那個 這個裡面的 方法改成用TEST TEST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他後面一定是三個0 三個0 那這個跟剛剛的格式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 前面的方式是 只有格式化表面 那這邊呢是真的幫你把它 做 資料的轉換 由原來的84 變成084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 文字函數 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那待會 我們先 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呢請各位 做完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之後 再 打開 第2階段 所以等一下來看那個第2階段 所以等一下那個部分先存檔 要切到if裡面 綜合平定 裡面就是合格 及格跟不及格 另外有一個可能 後面也許你自己再多加一個欄位 叫 多重 那什麼叫多重 就是說如果後面呢 我的平均成績 不是 及格跟不及格而已 而是什麼呢 而是有ABCD的話 比如說一般 在學校裡面的打成績現在都ABC A的話是 80分以上 包括 80分 70分以上 到80分是B 60分是 60 那個 C的話是60分到70分 那不及格的話是D 像這個地方 如果我今天要邏輯函數來做 判斷的話 該怎麼做 多重 OK多重的判斷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後面還有AND跟O 也許可以切到綜合練習裡面 判斷什麼呢 如果他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這個所謂增減體重百分比是 他要增加 或減少 如果要增加後面有27.6%的話 意思是說 他太瘦了 所以要增加多少 跟標準體重 前面有他的體重45 他標準體重應該是57.4 可是他只有45 所以他還要再增胖 27.6 意思是他太瘦了 那減的話是說他太胖了 跟標準體重比較之下 他還要再減 8.4% 那 標準的話呢 上面有一個邏輯就是 應該是在正負5%之內 是 標準 在正負5%之外 是 不標準 那這邊的話呢 有個提示啦 就是 請你利用什麼if 加上另外的函數 要偶爾 或 那這種是一個所謂的連擊的敘述 所謂的連擊就是 上面的不極 就是 要增胖的 跟要 這個 減肥的 這個5% 跟 副板入 之外這個邏輯 都算是 不標準 中間的 才是標準 那我要怎麼用那個if加偶爾的邏輯 幫我判斷出 他這個人 到底 是 標準還是不標準 OK這個我想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當然後來就有同學說老是不標準裡面還有 過胖或過瘦的 那有沒有辦法再去做判斷當然可以啦 反正判斷還可以再繼續判斷 可以做很複雜的判斷 可是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先把那個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待會我們 先下課休息一下 下課休息 那待會 我們再來 我們來看